大家好,养茶花呀,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茶花容易出现叶片发黄的现象 如果叶片上啊,没有病斑,那么就说明了它不是这个病害导致的 那么一般叶片发黄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缺肥或者是施肥过量而导致的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呢? 首先呢,我们看叶片的薄厚 如果叶片特别的厚实呢,就说明了是因为施肥过量而导致的 但是如果叶片特别的薄,那么就是因为缺肥了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心芽 如果心芽出现了这个胶枯,枯萎的现象 那就是因为施肥过量,然后呢,叶片呢,出现了胶枯 但是如果心芽要生长瘦弱特别的缓慢,那就是因为缺肥而导致的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不看发黄的叶片 这个时候呢,只看一些正常的叶片 如果正常的叶片呢,特别的浓绿 然后呢,颜色啊,相对比较深 那么这就是因为施肥过量,然后呢,肥过多 叶片就会特别浓绿 但是如果一些正常的叶片,它有一点点泛黄不够浓绿 那就说明了是因为缺肥而导致的 如果缺肥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补肥 补肥啊,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用上这个洗酸植物性的有机营养液 它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肥,又可以补充充足的营养物质 这样的话呢,后期就不容易再次发黄 但是我们用肥的时候呢,刚开始这个浓度还次数不能够过高 我们呢,最好就是逐渐增加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因为施肥过量导致的黄叶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在盆土里面大量的灌水 充足多余的养分 如果产用大量灌水都无法解决的话呢 我们最好就是脱盆绣根了 所以我们从叶片的厚度,还有这个心芽生长的状况 再加上正常叶片的这个颜色就可以轻松判断出来 茶花黄叶是缺肥还是施肥过量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